258. 優雅生 with a Journey to Sustainable Luxury高級珠寶顏色革命 2015年7月10日CMP-032 Tracy處有合道德規範與美學理念的Green Carpet 高級珠寶系列,原起於2013年5月 聯合總裁兼創意總監卡羅琳 社費以Caroline Schufu與Leke H.創始人兼創意總監麗維亞 在第66屆康城電影節上,共同發起並首次啟動的Journey to Sustainable Luxury 通往可持續發展奢侈產業之旅 計劃,蕭邦由此便落實緊從履行社會與環境責任的供應相處獲取原料的承諾 並以公平採礦Fairmind認證的金原料 創造了其首個Green Carpet 高級珠寶系列,包括一枚精緻的手續和配對的耳環 均採用料自I.G.C.集團採購 以公平採礦金原料和獲得對企業是否進程度得規範 社會責任和環境發展的監督機構,責任珠寶委員會Responsible Jewelry Council 認證的礦區所提供的鑽石製成,公平採礦黃金士 又獲得公平採礦認證的手工礦場所開採的符合倫理道德的金原料 其代表了在開採的過程中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規則的嚴格遵守 在The Journey計劃的框架內,蕭邦聯合南美非政府組織 責任採礦聯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幫助拉美礦區 獲得珍貴的公平採礦認證,這項認證為市場提供穩定物流的同時 也將市礦工及其礦區再出售金原料之事享有公平交易的權益 通過保證社會安全及提供教育或培訓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同時保護他們的自然資源和生物生境 蕭邦由此成為奢華中標和珠寶業首個以實際行動支持礦工的公司 蕭邦掃來執手對社會責任的承諾,並以此作為品牌基礎價值的核心 在致力實踐社會責任之餘,品牌並通過對電影藝術長期贊助 令品牌成為四想將電影藝術與奢華美歷美妙 融合的最頂尖標誌,The Journey計劃推出以來 蕭邦就以一系列重要行動給引公眾對南美洲手工採礦業的持續關注 2014年1月,蕭邦便在洛杉基金球長推出Green Carpet系列新作 而配戴這套極其精緻,手工製作耳環的試贏得金球長最佳女演員長的Kate Blanchett 該對耳環所相欠的鑽石坤來自獲得RJC操作準則認證的礦區 採購自IGC集團公平採礦黃金 2014年3月,蕭邦又在巴塞海爾世界中標珠寶展推出全球首創 以公平採礦黃金製成的高級中標碗標 L.U.C.Tribulon Q.F. Fairmind 陀飛輪碗標 2014年5月,在第67屆康城電影節上 蕭邦慶祝期連續17年成為該國際電影城市的官方贊助商 並首次把獲得公平採礦認證的金原料用到一直由品牌工方打造的金鐘女掌助商 金鐘女掌助每年頒發給由電影節官方選出的最佳影片 他既是康城的標誌,也是這世界文名電影成為的終結象徵 以獲公平採礦認證,符合倫理道德準則的金原料創作金鐘女掌助 展示以核心公益與尊重環境的方式打造奢華創作 為這個全期掌助和康城電影節都增添了美好的光彩 代表赤標寶傑氣將這計劃計劃進入一個重要的全新階段 卡羅琳 社費爾對此表示 以尊重人與環境的方式,開採可追蹤來源的金原料 並用它來製作我多年前重新設計的金鐘女掌盃 對此我深感恩惠與自豪,通過把握公平採礦認證的金原料與電影世界相聯結 蕭邦令可持續發展的奢侈理念正式登上世界舞台 2015年,正值金鐘女掌助面世六十週年之際 蕭邦在光源滿結束的第六十八屆康城電影節上 推出由六十八件獨一模擬的作品組成的Red Carpet 2015系列為 《康城電影節及精彩分情的紅地毯而式注入無與倫比的魅力》 當中亦包括全新的Green Carpet珠寶系列 此系列符合G.C.C. Green Carpet Challenge規範 將尋可持續發展的最高標準設計製作的Green Carpet新作 繼有一枚珠寶碗錶、一枚戒指、一對耳環、一條吊嘴長項鏈和一條手鏈 其設計融入了棕類樹原美和諧的回形曲線 更特別者禁了麥樂細物必至的棕類業子 卡羅琳、社費爾所設計的此Green Carpet系列 正是從金鐘女掌助吸取靈感 希望向這象徵電影人卓越才華 以植物為原形而設計的精美貴寶致敬 他表示:「於2014年,我採用公平採礦金原料 打造國際電影界享負姓名的金鐘女掌助 今年適逢金鐘女掌助面世60周年 我們將此電影藝術的不有象徵與我們的精湛 珠寶工藝和品牌致力於發展可持續奢侈產業的承諾相結合 設計出從中雷樹吸取靈感的Green Carpet珠寶套章系列 與此同時,蕭邦又自豪地宣布向 玻利維亞、Belavia,一個新的金礦井 其社區及勞動隊伍提供支援 該計劃見證了蕭邦與極對影響力的 南美非政府礦業組織責任採礦聯盟案 建立慈善事業關係 蕭邦由此成為首家支持金礦區 同時也提供培訓、社會福利和環境支援 促使他們獲得公平採礦認證的奢華中標和珠寶公司 金鐘女掌盃代表力界康城電影節班 授級最佳層編電影的樹榮 其造型設計展示固定於水晶石底座之上 一支隨隨展開的鐘女葉 以病一端的心形設計代表蕭邦對電影的熱愛也是品牌 象徵符號 在即將舉行的第67屆康城電影節上 這個全期獎盃更首次以獲得公平採礦 Fairmind認證的金源料能上 散發全新光彩 Caption 1 今年在第68屆康城電影節量上 全新Green Copperhead系列公平採礦認證18期 白金藍尖形切割鑽石狗克拉 本表 2 今年在第68屆康城電影節量上 零錦原至中雷雪之Green Copperhead系列公平採礦認證18期 白金藍尖形切割鑽石狗克拉 3 蕭邦聯合總裁兼藝術總監卡羅琳 社費以Caroline Schultz不但擁有卓越創作才華 更一手引領品牌進入康城國際電影節 這個電影藝術殿堂 其於1997年受電影節委託設計 由蕭邦內部工方打造資金鐘女掌座 一直被視為康城電影節的終結象徵 4 今年在第68屆康城電影節量上 零錦原至中雷雪之Green Copperhead系列公平採礦認證18期 白金藍尖形切割鑽石 手續 5 蕭邦透過金鐘女掌盃把獲公平採礦金原料 帶到了電影業的核心 吸引公眾對南美洲手工採礦業的持續關注 公平採礦通過保證社會安全及提供教育或培訓 改善南美洲採礦工人的生活條件 同時保護他們的自然資源和生物生境 圖片由責任採礦聯盟案提供 問Tracy Chuto Chabot